地面上不买一片一片瓷砖 还好瓷砖掉了当时 没有砸伤人 这里是金融市立田径厂 正在进行拆除改建工程 而一旁围起了围篱 留下一个通道 让东兴国小学生上下课行走 不过景邻的牌楼 因为年代久远 经过日赛雨林 最近出现了瓷砖剥落情形 综合体育场的拱门 也是用了40多年了 然后最近有大理石剥落 那今天就是办这个会刊 那看是不是 如果这个大理石拱门 如果之后不需要的话 是不是可以把它拆除掉 毕竟也放在那边 也已经老旧了 那9月1号呢 国小的小朋友也要开学了 那也是在9月1号之前呢 希望能把这个大理石的拱门呢 就是赶快的做好一些配套措施 以免这个小朋友呢 受到那个大理石剥落 危险 担心开学后危及到学童安全 金融市议员陈怡邀请了教育处 离办公处到现场会刊 学生通道环境整理和行走安全 家长和校方都很关心 经过施工单位讨论将先针对排楼上方 有剥落一律的磁砖整个拆除 而配合市立田径厂重建工程 未来整个排楼都将拆除 我们留一个大概将近两米宽的这一个 给学生包括台湾社区的学生一路走过来 因为他们侧门在一边嘛 那这个部分就是为了配合这个整个学生 做的一个通膜在这边 那就是针对这一个状况 我们明天就请厂商 就尽数来处理 然后依照刚刚我们那个市民署这边的建议 我们把那个从上面的这些 不管它还有没有这种危险性 我们全部一律一起裁除 将避免后续还有发生同样的状况 此外市立田径厂因为土地拨用 还在持续的进行 从5月份开始暂停施工 预计9月就能够进场施工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